荣化富贵是云烟 胆翻粗畅 冰蜜天 庆争为命 心探党 清风良朽 收清脸 今天各位说的故事叫 问气不疑而福且贵 与我入腹运 问气自自弃 举今两千年前出生 祖念不向是四川滋痛贤人 韩平迪院士年间 仍前卫军俗世 及今天的运难昭通独尾一致 仁治期间 问气是炼戒逢功 忠心收吐不顾各人的安危 拒绝叛乱这种精丰厚的诱惑 被朝廷逢为整冤将军 后代的使官 更是把问气成佐 逢功收发的管远巅返 后来问气出任以周军的抬寿 行修水里开坑弄天两千多轻 他还尝到一问的狡猾白心 积极推进过敏族的荣获 使当地呈现出一派祸谢惊吓 正因如此 当地的白心在闲灾的昭通大笼中 还修剪了问气的雕想 依次来纪念他的功绩 留得没命 串时间 官聘愿于任聘 真即愿于真的 问气不仅伟观清脸 而且理真能力做主 既能赶紧做任 又能忠诚做事 问气淡薄命力不受诱惑 根本上愿与他抢怜的 挨过今生或清欢 可见 情恋未官之道 或忠诚挨过之笨 几千年来 世终就没有分开过 俗话说 时成为闪磊 命说是清官 未官就做清官 是清官为命 为那般 要知赖隆取门 且听霞会 分开 分开